大家好,这里的故事很精彩 这里的场面,那是看过来 说这个习包子的脑窝,习包子的发家的地方 福建省,福州市 今天出大事了,刚刚发生的新鲜的消息 说一个哥们儿,三十来岁 然后妥妥贴贴的屁民,是吧 是一农民 三十多岁,身体不棒 跑到街上摆摊,养家糊狗,过过日子 结果没想到,就被城管一同暴打 打的是满地爪牙 打完了就打完了呗,打完了你就放人家走呗 换一个地方,又继续又讨口饭吃呗 不行 说这个 城管呢,就当场把他的车啊 把他的小商品啊 把他的衬啊,把他的手机啊什么的啊 都一通通的没收了啊 现在卖摆地摊也要有手机的啊 因为人家扫二维码啊,人家好结账啊 对吧,都有手机啊 全没收了啊,除了他身上穿的几件裤子啊 一条裤子没没收,其他的全都没收了 福建这边很热了嘛 双方呢,扭打起来 因为他年轻嘛,不服气嘛 一开始是跪地求饶 说你打就打的,咱也就算了 你是代表政府是不是 你不要把我的东西收走了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上有老,我下有小 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啊 否则的话我去找习主席告状 习主席是我们这里出来的人 是不是 说习主席为我做主 为我们老百姓做主 习主席为人民服务,结果城管冲而不闻 啊,根本你算哪根冲啊 你他妈的 习主席为你做主,你帮帮忙 你以为你是潘金莲呢 是是是,潘金莲,习主席做一下主啊 跟他跃跃泡道是可能 你以为你是谁 就是把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 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东西就不行了呀 是不是 这因为人家没活路了呀 结果这哥们就下定决心 就真的就不活了 是吧 就经过周密的准备 搞了一点汽油 搞那火柴上面的火药 是吧 搞了几个玻璃瓶子 是吧 自制炸弹 是不是 这个没问题的 很容易的 现在到处都能买花炮 把花炮里面的火药把它蹭出来 完了以后去搞点汽油 是不是 完了以后 装在瓶子里面点燃 砰的一下就炸了 是不是 就准备了一个星期 然后呢 这哥们还挺人知意境的 然后又跑去 这回跑到城管队 结果城管队一看 呀 认识他 知道这家伙哪一只不上山的不来 不让他进门 在围墙外面 喊他哭啊 叫我没人理他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你算哪根葱啊 是不是 然后呢 这回倒没打他 喊了一会儿 搞了一会儿 也没人理他 最后闲嘎嘎的就回去了 第二天呢 就搞了一个巨牛逼的行动啊 所谓第二天呢 就是今天啊 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 说这个 上了一个福州实施中心的一个公共汽车 是吧 完了以后呢 车子走到不到100米 突然就会大喊一人 都他妈别活了 是不是 然后把这个手中的汽油 汽油燃烧弹啊 就给他点着了 销舞特别的好 整个公共汽车上面有47个人 一个不留 全部挂掉 现场火光成天 好生热闹 这不活了呗 这东西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你还让不让人火呢 没法火 我告诉你 我这个脾气 你别看我长得像个凉泡啊 我真的有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穷的时候 有时候被人欺负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好 真是 我记得我特别清楚 我19岁的时候 我们学校校长老是看不惯我 他是觉得我长得比他儿子帅呢 还是怎么的呢 反正就给我穿小鞋 有一次我就跑步冲过去跟他吵架 真的 胆子推大 说你再这么搞 我不活了 他说怎么了 这我是正常的工作 好不好 他一跟我讲道 你搞得我一下脾气没了 是不是 说年轻人吃点苦 来日方长 我这是锻炼你 训练你的意志 毕竟人家也是一知识分子 也是一中学老师 是不是 把我说的没脾气 我听他跟我讲道理 我也就跟他讲道理 你知道我说的什么话吗 他就臭不了你 我说你凭什么欺负我 我天底下第一才子 我19岁 我要会 要码会码 我会跳舞 我会唱歌 我作文写得好 你们家两个儿子全是闪逼 要不我们这样 我们请别人出一张卷子 或者写一篇作文 然后我们开卷考试 你们家儿子可以抄我的B卷 完了以后 你们两个儿子一个人写一篇文章 我写一篇文章 命题作文 是不是 如果我的文章比你两个儿子的文章写得差 我自己滚蛋 是吧 我甘免受罚 因为他们两个儿子 就是两个傻逼 知道吗 都是没有上过野鸡大学的 好歹我也上过野鸡大学的 好歹我从小我的作文写得好 我就拿我的长处就比人家的短处呗 那两个傻逼的确是非常蠢的 然后旁边人一听就哄堂大笑 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 他两个儿子两个二百五 那个高中都没练完 就是因为他们家自己当官 是不是 然后就让两个儿子 就是也没上过大学 就跑过去做中学老师 你不无人子力吗 是不是 一个叫数学 一个叫英语 我去 我都气死我了 一个叫语文 一个叫数学 我气死我了 然后哄堂大笑 然后就知道 我是看不起他们家两个儿子 二百五 把那个领导气死 是不是 然后他就说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 你信不信 我能整死你 现在都已经是要招聘制的 你这种人就是随时要失业的 没人要你的 你知道吗 后来我回去 我就想了 我想了一周密的计划 成他们家大年三十 吃年一饭的时候 我就搞一个哪一馆 搞点火 把他们家房子给掀了 当然只是一想法 只是一想法 没有实施 人呢 我就跟你讲 真的 我一把年纪 我现在真是回过头来想 我也有这样 老子不活了 老子跟你同归于尽 是不是 哎呀 但是这跟我们呢 有点问题啊 冤有头 债有主 是不是 你跑到公共车上 你爆炸 你让47个人当场挂掉 这个有点不好 据说现场有很多老百姓 真是纷纷摇头 也纷纷建议 是不是 你应该去引爆习近平 你引爆公共汽车干嘛 是不是 都是一些可怜的老百姓 哎呀 说多了都是没有 对呀 我有时候看见有些个城管呢 他妈的 其实是社会最底层的 屌丝中的 屌丝 屌丝中的 他们的垃圾 垃圾中的战斗机 知道吧 他妈的特别生气 你他们的 你不去挑战狗无关 你欺负那些个摆地摊的老百姓干嘛 有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中国人都这样啊 真的缺德 大家都日子不好过 彼此都网开一面呗 是不是 哎呀 看的是热血沸腾 看的是热内盈眶 真是 所以以前我们说中国人 中国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啊 都说中国社会是个官逼民反的社会 有 有 这只是占50% 我跟你讲 中国还有一个社会的真相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互害社会 辟民与辟民之间互相伤害啊 互相把对方不当人 而且我一把年就 我这么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 我最痛苦的内心 深处最大的感受 并不是哪个当官的欺负我 呃 我有说过这个经历的 我当我进入到机关 做小台阶的时候 做小跟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个当官的 至少是一处长 至少是县委书记 是不是 他根本就不跟我一般见识 他对我还挺好 啊 欣赏我 呦 小伙子挺有才 文章写的不错 是不是 就是那些个跟我一样 处在屁民社会的那些个屌丝 各种看不起我 各种埋态我 挖苦我 讽刺我 联合起来欺负我 真的不骗你 所以中国社会真的是 说多的都是内啊 以前也有这样的段子啊 说这个 你如果有什么不满的事情 你不能跑到小学里面 那些未成年的人 你跑到这幼儿园里面 你一同乱砍 那想什么话 你一成年人 是不是 出门往右拐 200米 就是政府 你去搞他一把呗 是不是 也不咋的啊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实 你说你这哥们儿摆地摊 被没收了 高喊别活了 完了以后 你引爆了一个公交车 那公交车上面的都是47个人 都是老百姓 有钱人谁坐公共汽车 是不是 不是有一段子 说一个老太太 上了汽车 上了公车 哎 没地方坐 就看到旁边一个长得花样的姑娘说 小姑娘 我是一长辈 你你是不是考虑这个给我让个座呢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小姑娘马上又站起来说 阿姨您坐 哎 她坐起来 也好 谢谢啊 小姑娘 您还在做公车啊 我闺女都在某某某某机关里面当领导啊 都是上下班有车接送的 然后那小姑娘说 是啊 我是坐公车 但是我给我妈买了一车 她天天出去很舒服的 做有专车 我年轻 我坐公车 我 我 你就是 这个体验一下生活 您都这么大年纪呢 您的女儿 您的儿子都当官呢 怎么不跟你买台车呢 是不是 这个民间社会 有些个孙子就特别欺负 他专门欺负弱小 弱势群体 他专门欺负 他认为 这个人的地位不如他 他就买台你 是吧 所以我觉得吧 这个男的啊 虽然我觉得这个细胞子的脑窝 出这么大的事 但是从中让我真的看到了 一个悲怆的现实 中国即使一个官兵民反的社会 也使一个批命与批命之间互相伤害的社会 西包子在北京听见福建福州出大事 一声巨响 47个批命当场挂着 他高兴坏了 操 脑子又可以节约这个多少养老金 脑子又可以少发着多少退休金 爽 尽量你们尽量自己相互干 免得我亲自动手 干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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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nion 谢谢大家